新型冠状病毒对台湾的威胁 已经是濒临沉下越来越大 甚至流传于无形当中 因为无症状的人频频出现 那么看到疫情中心就再度宣布了一名新确诊病患 的确 无症状是国内的41例确诊 她是先前第34例个案的女儿 因为照顾妈妈 因此被感染了 不过感染员到底是在住家照顾着感染 还是到医院被感染的 目前没有办法做最后的确认 不过就在相关整个源头的疫情调查当中 今晚单位也赫然发现了 之前引发院内群聚感染的案例34 这名北部的退休妇女 原来跟先前没有出国时的案例24 居然曾经住在同一间医院吗 这中间有没有关系呢 今天疾管中线专家也分析 两个人他的入院时间不同 其实可能性应该是相当低的 不过就在非常严谨的疫情调查当中发现 两大案例住在同一间医院 这下引发了舆论担忧 是不是早就已经出现了院内感染 那么就从简单的时间序来看案例24的话 1月29号挂急诊确诊 看到是有诊断他应该是有肺炎 30号住院2月19号才确诊是武汉肺炎 但是案例34却是2月14号急诊住院 所以指挥中心专家谈言了 两个人虽然是在同一个医院同一个空间 但是入院时间前后有点不同 而且在急诊的时间跟位置并没有重叠性 所以两个之间应该研判是没有交叉感染的 但是听到这里以为就可以放松了吗 告诉大家危机没解决 因为图表当中所看到的另一组院内感染 是谁传谁 中间还有非常微妙的时间差 那么重叠这两个案例当中的第34例 刚提到了北部妇女 她没有出国历史 没有出国旅行史 那么是有慢性病的 那么她在2月14号受疑低血糖就医 直到2月19号她才出现症状的 但是到了2月28 她才被确诊说是武汉肺炎 没错 但问题就在于说 事后连连看千年出来疫情调查当中 被追出在急诊曾经跟她有过接触的 这是案例35也是确诊病患 是清洁人员 但问题是她却是在2月18号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症状了 两边到底是谁传谁 有个时间差 为什么她比34例还早发病呢 所以这中间有非常大的模糊空间 需要去推敲 去寻找这个脉络 而对此看到指挥官陈时中就说了 不排除现在正在厘清当中 那么指挥中心的专家张上纯则表示说了 其实这细部还得要分析 就是看到是病毒株的分析了 如果他们两个病毒株来运是相近的话 事实上互相传染的几率就非常高 而且初步研判的话 早发病的传染几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么另一方面还有在右手边所看到 抗萨尔专家苏毅仁了 他现在也说了 一旦只要发生院内感染 就是跟遭年的萨尔非常像 绝对要尽速厘清感染源头在哪里 不管是急诊这个地方 或是病房 甚至清洁人员都必须要查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回到 同时眼界来陪病的就是新确诊的案例 41 他是无症状患者 这让医疗运所真的是非常非常担忧 现在赶紧要拉高防疫层级了 为了防止院内不断地感染的问题 所以现在大家提早做准备 包括长庚系列 就有看到是台北长庚 还有林口长庚跟高雄长庚这个地方 那么就长庚体系正式宣告了 如果14天你到过了中国 港澳 日本 韩国 泰国 新加坡 意大利 还有是伊朗 这些旅游史的话 很抱歉 提醒大家 现在先暂时不要到医院 除非你是重症 如果轻症就不要来了 不要来就医 那么也同时也不要来医院做检查 又新增一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专家们神情凝重 因为这位20多岁的女性患者 是案例34的女儿 近期没有旅游室 但有过敏体质 却没有任何症状就确诊 而且还是一采阴性 二采才确诊 不管是多次检疫才确诊 还是无症状确诊 都是病毒的可怕之处 想有效杜绝疫情扩大 都得先从感染源观察 这一回更爆发跨案例 不同家庭居然有连结 我们是在同一家医院 没错 那住院时间点 第一个就是 两个都是有从急诊进入 疾管署发现新增案例的 妈妈案34 原来跟案24住同一间医院 从时间续来看案24 1月29号挂急诊时 出现肺炎症状 30号入院 直到2月中才转入负压隔离病房 19号确诊 但是案34 2月14号挂急诊后住院 双方2月15跟2月16号 住院期重叠 外界和抗煞专家苏毅仁 质疑难道院内感染 早就发生了吗 那急诊时间是完全不同的 那他们住院的 在完全不同 动的病房当中 指挥中心强调两人 没有接触的可能 那再看看当初案34 在2月14号因为糖尿病 并发住院 疑似和案35的清洁人员 在急诊室有过接触 但案35却在19号就出现症状 相比案34 21号发病 时间点来得更早 确诊时间却比较晚 谁才是真正的感染源 追查上陷入胶着 专家所讲的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早就爆发了 就怕会有漏网之余 医生建议如果有接触时等疑虑 民众最好做自主健康管理 提高警觉 以免被狡猾的病毒摆了一道 解张成就留学 SNG小组台北报道 不要缺带 黑暴道女孩路上 黑暴道女孩路上 黑暴道女孩路上